击败迷你事件火山地形最终boss虚空幻影 今天学姐告诉我来到火山地形 拿出圣物摆放在祭坛上 依次摆放神圣果实断剑 摆放完圣物以后便可召唤出可怕的虚空幻影 虚空幻影总共有两只 第一只叫做虚空幻影训 也就是目前与我对打的这一只 学姐说虚空幻影训与它对打 你一定要小心它的三种形态 虚空幻影训的第一种形态会让地表产生火焰 从而燃烧我们 我们一定要小心 在第二种形态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吸到它的身旁 从而将我们消灭 这个时候一定要堵过去 第三种形态的虚空幻影训可就强大了 它会召唤出一个传送门 将自己传送到各个角落 我们在它对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学姐说完我仿佛懂了 就在这个时候虚空幻影训逃跑了 学姐说这个时候不要怕快注意 我打开了地图看到虚空幻影训好像跑到了火山地形的周围 我赶紧追了过去 这个时候的虚空幻影兽好像防御力变强了 我对学姐说 学姐说这个时候的虚空幻影兽它已经不是之前的虚空幻影兽 这个时候它的名字变成了虚空幻影猛 在这个状态中 虚空幻影兽防御力超级高 并且它拥有了远古巨人的能量 这就让我有点害怕了 学姐说更怕的在后面 它会召唤出远古巨人 但是不用害怕 远古巨人你可以不用攻击它 躲着它就行 远古巨人的下方有一个时间进度条 在时间进度条完成以后 远古巨人会直接消失 学姐对我说 那我这就懂了 躲起来就是 果然在时间进度条读完以后 远古巨人倒地了 就在这最后的时间 要向虚空幻影猛 发起最后的攻势 不一会儿 虚空幻影猛倒地了 学姐说快跑上去 看看掉落物吧 它的掉落物是 三角门的残片 这又代表着什么呢